三国时期 明是慧翠 江相如云 谈得上风流人物的数不胜数 比如说统一北方 开创曹魏政权的曹操 比如说苏东坡眼中风流提躺 与善观金的周瑜 再比如说忍辱负重 仁义致敬的刘备 他们都是三国时期的风流人物 但真正能流方百事 却是两个极端风流人物 这两个极端风流人物 一个是诸葛亮 一个是司马懿 之所以说极端风流人物 就是因为他们诸葛亮与司马懿 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 诸葛亮代表的是忠君爱国 忠贞不二 鞠躬尽瘁的千古名相 司马懿代表的是厚黑隐忍 先狠手辣 欺骗世杀的篡位萧雄 诸葛亮出身没落士族 司马懿出身新生门法 诸葛亮三岁丧母 八岁丧父 十七岁丧叔 成为照顾两个姐姐 一个弟弟的一家职场 并在龙中坐等刘备三顾茅庐 而建功立业 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 是曹操时代的经兆尹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 是曹操时代的眼周刺士 司马懿几乎不用操心 自己将来出世的时间 从出身看 诸葛亮出身不好 司马懿出身强大 诸葛亮能得到刘备的重用 那是自身强大的才能和其在荆州 编制的关系往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与刘表 蔡茂 黄承燕 庞统都有亲戚关系 司马懿能被曹操征庇作惯 那是因为司马家与曹家事失交 曹操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洛阳北部位 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举荐的 而且司马懿还有骄傲推辞的资本 从背景看 诸葛亮的能力 关系往均靠自身努力 司马懿则有现成的强大家族背景 可以依靠 同时也不否认 司马懿确实有着不俗的才能 诸葛亮能从刘备所任命的第一个职位 军事中郎将成为蜀汉政权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成像 靠的是自身精于内政 常于战略 优于治国的能力 刘备在前线打仗 诸葛亮在后方镇守并管理后勤 组兵足粮攻击前线打仗的刘备 司马懿能从曹操所任命的第一个职位文学院 经历四代曹魏皇帝 成为曹魏政权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太傅 靠的是精于谋略 常于军事 优于内斗的能力 除此之外 司马懿还有一个特长 就是活得长 不仅活过了曹操 曹丕还活过了他们的后代曹瑞和曹芳 其实算起年龄来 司马懿只比曹丕大八岁而已 从能力看 两个旗鼓相当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不过历史上诸葛亮在第四次被伐 也就是鲁城之战击败了司马懿 因此算起综合能力的话 诸葛亮稍强 但是 从两人留给后世的名声来看 诸葛亮能留方百事工人膜拜 而司马懿却只能顶着千年马名 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 两人不同的道德水平与为人处事 以 两人的对外用兵比较 诸葛亮平南中战役 总体战略是 以攻心为上 以攻城为下 以心理战为上 以短兵交接为下 归纳为一句话就是 安抚为主 战争为辅 从诸葛亮225年开始 发动平定南中之战后 到当年秋天就完成了所有军事行为 班师回朝 诸葛亮没有杀戮 只有安抚 直到蜀汉灭亡那一刻 南中再也没有大的叛乱发生 这就是新月城府 司马懿凭辽东之战 总体战略是 升东击西 出其不意 洋装示弱 屠杀立威 司马懿通过一系列的谋略 击败了辽东宫孙渊后 实行了极为残酷的屠杀手段 一是把城中所有15岁以上的成年男子 合计7000多人全部斩杀 二是把公孙渊手下公亲官员 合计2000多人以下一律斩首 把这些屠杀的人铸成金官 以示立威 同时又收编了辽东四万户百姓 把所有百姓全部迁往内地 致使辽东置地害人损失殆尽 才让湖人卷土重来 无意中促成了百年之后的五湖乱花 这就是分别诸葛亮以安抚公心为主要征服手段 司马懿以屠杀立威为主要征服手段 谁高谁低 谁善谁恶 相信所有人都能分辨得出来 二 两人对待政治对手的态度 诸葛亮的政敌是李延 李延被诸葛亮利用阳谋贬官 所谓的阳谋就是诸葛亮征集朝中 大臣联名向皇帝尚书罢免李延 这种政治斗争可以算得上是最为缓和的政治斗争 并且在李延被贬官为庶人之后 还在想着诸葛亮能够启用他 被诸葛亮打倒 李延还想着诸葛亮能启用自己 这说明了什么 至少说明了诸葛亮是真的有可能启用李延 至少给了李延这个感觉 这就说明了诸葛亮在政治斗争中 也给予对手充分的权力和尊重 司马懿的政敌是曹爽 司马懿利用朝中重臣的支持 以欺骗恐吓的手段逼迫曹爽投降 真的等到曹爽投降之后 司马懿随便编造了个理由 把曹爽一党五千多人的政敌全部灭族 司马懿的特点就是大搞肉体消灭 开启残酷政治斗争的序幕 同时司马懿不仅骗政敌 连自己盟友都骗 比如蒋记 原本答应蒋记不杀曹爽 可一旦司马懿成功掌权 简直比曹爽还要曹爽 招杀不悟 从对待政敌的手段上 一眼就能看出谁更高明与正义 谁更恶毒与狡诈 三 两人对待皇权的态度 诸葛亮从刘备去世后就大权独揽 尤其是扳倒李延之后 更是如此 政权 军权一把抓 论权力 即使是后来掌权的司马懿 也比不上诸葛亮当时拥有的权力 而且这权力还足足拥有了11年之久 虽然权力全在诸葛亮手中 但是诸葛亮对待皇帝 虽然有些霸道 但却完全是遵守封建礼法 没有任何违背之处 如果诸葛亮有异心或者有篡位之心 11年时间足够诸葛亮完成权力交接与实习 可是他没有 诸葛亮对待流产时处于正道 仅为人清廉正直的人来教导皇帝流产 而没有丝毫谋逆之心 诸葛亮有篡位之能力 有篡位之实力 但没有篡位之心思和行动 这也是诸葛亮能流方百事的原因之一 司马懿则完全不同 在政治上打败了曹爽 并诛灭了曹爽所有同党之后 司马懿就成了另一个曹爽 应该是比曹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朝廷的控制更加紧密 同时将权力施洗 传给自己的后代 形成了司马家族一统天下的基础 正是因为司马懿开了个头 他的儿子司马师擅自费力皇帝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甚至于世君 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居然发生在司马家 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后世五胡乱华 司马家族会被骂得很惨 四 两人的道德水平比较 诸葛亮未观清廉 道德高尚 遵纪守法 身先士族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作为蜀汉政权的丞相 诸葛亮首开政府高官财产攻势 明确各朝廷申报自己的财产是 桑树八百珠 博田十五请 这算是作为一国之丞相的全部家当了 诸葛亮对待自己的亲信 一手提拔的人才马素 照样因为犯了错就要斩杀 同样诸葛亮自己犯了错 也是自贬三级而受罚 至于事物大小都自己操劳 直到累死在五丈元 因功病职 这简直就是一个一生未功的好官 司马懿正辩司马懿为人深沉 后黑隐忍 先狠手辣 欺骗世杀 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司马懿在曹操 曹丕 曹瑞三位明君当政期间 加起尾巴做人 哪怕是顽固子弟曹爽当权 司马懿也是后黑隐忍 把他的真实意思隐藏在厚重的肚皮之下 司马懿平梦达 一面血线安抚梦达 一面急行军展开军事行动消灭梦达 司马懿平亡灵 一面血线安抚亡灵 一面率领大军征讨 朱沙亡灵三族 司马懿总是一面欺骗 一面办正经事 出其不意消灭对手 还是肉体消灭 虽然说兵不厌诈 但是老用欺骗的手段处事 就没人会相信你 这也代表司马懿的一生 都是在欺骗中生活 作为熟读师术的司马懿来说 儒家的三纲五常 司马懿一个不战全部漏掉了 道德水平极其低下 虽然司马懿与诸葛亮 是两个极端的人才 但不影响他们都是 三国时期的风流人物 属风流人物 还属卧龙种虎 既然有很多都在等待 说 εκ报过 忽 trouve